第25集 方霞光还没回话,董玉禅也是进来了,跟莱蓉和桂姐打个招呼,笑对方霞光的 谢王谦还不见你出来,请问你走丢了呢,原来是遇上熟人了 说起来我也真口渴了,不如就上桂姐家里喝杯茶吧 说着又转头跟来融合桂姐的 霞光他祖父平素也爱喝个茶的,霞光早起就得掀起了茶炉子 待泡了茶给祖父喝才干起他的事 得空时也跟着祖父喝几杯茶,倒品得出好坏的 到了你家,得拿出好茶来款待 难道还会把好茶藏着自己偷偷喝不成 自然是拿出来待客的 跪姐看向莱蓉的 哥哥,你说是不是 莱蓉忙点头的,好茶当然是拿出来待客的 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让董玉禅和方霞光跟着他们走 一行人来到了家门口,一进院子 就听到有人喊道,跪姐,接着又小小声的喊了一句 莱蓉哥哥 跪姐一看是秀儿,屋里还坐着吕婆子等人 哇,这不是来搅局的吗 自打那日吃饭时,莱蓉帮着夹了一块瓜块 秀儿就常常想起他的温年细语,回家去挣挣的 吕婆子见他似是开了窍,暗暗高兴 今日提了一个西瓜,又带了他来窜门 这会子见得来融合跪姐,带了董玉禅和一个陌生姑娘来了 吕婆子心下嘀咕 这姑娘生得好猪拯,不知道是哪路人物 董玉禅见的满屋子都是人 只得带了方霞光上去,一一地介绍了一下 大家见方霞光行动有分寸,都笑着跟董玉禅道 家里藏着这么一个骏姑娘,带到今儿才带出了走斗 亏你捂得时 哟,他家却在临阵 不过跟着他娘来我家走亲戚 我一留着住几日 今儿又硬拉了,陪我来妈祖娘娘这儿求求亲 我哪儿有能耐,我住这么一个姑娘啊 董玉禅笑着说 坑在妈祖庙里碰着来融合跪姐 两个硬拉着,要我带霞光来你家喝茶 茶呢,快些泡出来 吕婆子早使了一个眼色给秀儿 秀儿忙跟着巧娘到了造像 要帮着她端茶出来给董玉禅和方霞光 巧娘见她殷勤,一时不及细思 正想让她端了出去 跪姐也是走了进来,笑着说 我端出去吧 说着接了巧娘手里的茶 先行走了出去 立于董玉禅和方霞光 回头见秀儿提了水壶出来 帮着其他人续上茶水 进去时,见巧娘正把昨天做好的茶果子 拿了出来去蒸蒸 悄悄过去说 娘,秀儿姐姐他们怎么来了 他们这阵子走得起 我心里也嘀咕呢 可千万别搅了局才好 对了,我问你 你哥哥见了霞光,是何光景 巧娘拉过跪姐儿,悄声问道 两个说了何话,你快告诉我 娘,他们才一见面 话也没有说几句 什么勤状还看不出来的 跪姐儿惊声道 霞光姐姐是个稳重人 却看不出什么来 只是她既肯跟了来咱们家喝茶 这事便有几分了 哥哥们跟平素见着 其他陌生女孩子的情状也没甚区别 只是,这回走路时 差点伴着自己的脚 想是心里有触动了 才这样的 娘,咱们不急 好声瞧瞧再说 中午,毕得留了霞光姐姐他们吃饭 只是秀儿姐姐他们也在 却不好太着急熟悉什么的 小娘点点头的 秀儿这几日来了 却有点几头几额的帮着做事 我就怕她想歪了什么呢 若是待会儿 他们也要跟着留下来吃饭 趁着这机会 却得想法子让她明白 她只能是咱们家的亲戚 娘,上回你跟吕婆婆他们说 只待来年再帮哥哥说清这个托词 不过几日 歇下如果去说下霞光姐姐 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女婆子和沈婆等人 虽也知道这是巧娘等人的托词之夜 但是这头才说了 在妈祖娘娘跟前许愿 带中了举人才定亲 那头却又想去定下霞光 只怕他们心里都不痛快 要找机会质问一两句的 巧娘早想到这个了 笑着说 不妨的 我早想好了 他们若问起 自有一番说辞的 正说着 见秀儿提了水壶进来 便指了话 因灶下热水还没有烧好 巧娘便更跪紧的 绿婆婆提了一个大西瓜来 我让初个儿拿个小桶放着 去咬了井水冰镇着 这会子那井水怕也变热了 你去捞了西瓜上来 切了给大家吃吧 秀儿帮巧娘往灶下添了一把柴火 听到巧娘这般说 已是接话道 婶子让我去 桂姐儿人小利弱 看接着手 说着已是登登的去了 这里 巧娘与桂姐儿对视一眼 都各自摇摇头 吃西瓜时 来风和来飞吃得最急 把西瓜籽都吞了进去 正婆子怕他们噎着 又是哄的 哎呀啊 又把籽吞了进去 小心那个子在肚子里发芽 明年两个头上都长出西瓜来 到那时 咱们也不用买西瓜了 只在你们两个头上 摘了下来吃就是了 嘿嘿 阿摩去年也这样说 害得我们担心了一年 今年又拉红我们 这回咱们才不上当呢 白飞吃得满嘴之水 仰头说 还说咱们是双胞胎 头上也会长双胞胎西瓜 我担心长 又一想 反正我要长了 来风也会长 咱俩有个伴 不止我一个人丢人 现在才知道啊 这是阿摩哄人的 说得众人全笑了 来风啃着西瓜也接话道 啊 我们都是被吓大的 方霞光看着这一对双胞胎兄弟 觉得特别有趣 笑着问道 除了这个 难道还吓过你们别的 当然啊 来飞抹了一下嘴角 控诉道 咱们见哥哥姐姐 他们都不是双胞胎 就问阿摩说 家里怎么就当我和来飞是双胞胎 又问咱们是怎么来的 让阿摩说道说道 结果阿摩因是说不出什么来 后来被我们逼得及了 就说我们是捡来的 说到有一天 他经过村口旁边那柳树旁 听见婴儿哭声 就过去一看 发现那里放了一个筐 筐里两个一模一样的婴儿 他接起婴儿的小衣裳一看 小屁股欠着咱们的十成八字 然后还有一张银票 银票旁边放着一张纸 说求好心人收养着一对婴儿 阿摩见了就提了筐回家了 于是咱们就在这家里长大了 来风听来飞说到这里 也气愤了 嚷着说 我当时就信了阿摩的话 一行等着亲生父亲来接我们走 还想着这家里也不错 到时走时他会舍不得的 谁知一直没有等阿亲生父母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短篇穿越小说 小户千金 作者替壶好茶 主播天心 那一天 娘骂了我 我心里难受 就要找阿摩要银票 跟他说 你当初提了我们回来时 空底不是放了一张银票吗 把那银票给我们 我们自己找亲生父母去 阿摩听着听着 拍着腿乐的直叫 后来见我们真急了 才跟我们说实话 说我们不是捡来的 是我们的娘正式生下来的 你们说说 我们是不是被吓大的 大家听得直乐 霞光右手拿着一片西瓜 为了怕那汁水滴在地下 还用左手挡着 这会儿听了来飞来风的话 也乐得不行 笑着说 听起来 你们还真是被吓大的呀 来飞和来风 见方霞光同情他们 对他生了好感 两个啃完西瓜洗了手 见霞光也吃完西瓜了 靠近他坐着 小小声跟他说 霞光姐姐 你看我们长得怎么样啊 挺好 霞光笑着说 都很有派头 那你觉得我们的莱绒 哥哥长得怎么样 来飞眨眨眼 小小声道 不许再骗小孩子 要说实话哦 也 也挺好 霞光有些尴尬 偷偷瞄了一眼 坐在另一边的莱绒 见莱绒正跟别人说话 没大注意这边 不由悄悄松了一口气 不想得了方霞光这个话 莱飞已是走去 跟跪姐摇耳朵 莱风则是 抚在莱绒的耳边 悄悄说 我打听了 霞光姐姐说 你长得挺好 她不骗小孩子 是一个好的 莱绒哥哥 你让她 做我们嫂子得了 莱绒听得心里直跳 一把捂住莱风的嘴 悄悄地拉到另一边 煮道 小孩子别乱说 小心扫走了霞光姐姐 嘴里说着 眼睛却去偷瞄方霞光 不想方霞光 见莱风去跟莱绒摇耳朵 就怕她把自己刚刚说的话 传给莱绒了 以示悄悄地去瞧他们 刚好碰上莱绒的视线 两个各自一震 这下真扫了 茫茫各转了头去 她两个这番动作 自以为隐蔽 却哪能瞒得过厅里的人 只是各自装作若无其事罢了 巧娘心中暗息 看来两个却是对上眼了 指望吕婆子和秀儿早些告辞 别多出事端放好 心里想着 口里自然留一众人在家里吃饭 又跟方霞光道 以前咱们吃的西瓜 那个瓜皮都是扔掉的 上回贵姐说 把瓜皮刨去绿色的地方 再切了那边吃得坑坑洼洼的地方 但要白色的地方 然后切成四二 拿点肉丁炒了吃 又清爽又可口 咱们并叫她做去 炒出来吃时 果真是爽口开胃 其他人都吃过这个了 你这回来了 就留下尝尝贵姐做的这个吧 方霞光还没答呢 贵姐也是过去的 霞光姐姐 我这个虽不是十分难得的菜式 还真个想教你尝尝 给个意见 就留下来吃饭吧 方霞光见巧娘和贵姐盛情 她不好拒绝 侧头看向董玉禅 盼着她能为自己解围 可是董玉禅先得了董事的话 却也想撮合方霞光和莱蓉 这会儿子笑道 他们既然盛起 咱们就饶一餐吧 说起来咱们吃的也不多 吃不穷她家的 说着自心笑了 方霞光没奈何 只得跟着巧娘和贵姐的 没想到又来饶一餐的 倒空着手来 去怎说好意思 你要是真不好意思 就帮着炒一个菜吧 巧娘见方霞光 倒是初得厅堂的人物 却想再看看她的厨艺 这会儿笑道 说有拿手好菜呀 也叫我们尝尝你的手艺 你别说 小光倒炒得一手好菜的 董玉禅转头对方霞光笑道 你只管进去 炒一个给他们尝尝 霞光姐姐 我带你进去 桂姐儿忙过来拉方霞光 领了她跟巧娘身后进了造像 修儿也跟了进来 笑道 我帮着洗菜吧 小娘见她也跟进来了 却不好赶她出去 只得让她去洗菜 四个人忙活了没多久 就炒了几盘子菜出来 眼看着饭也熟了 却听得外面又有人来了 却是吕氏和郑小义 桂家出去一问 他们却是从另一家亲戚 顺道拐往这边来的 也还没有吃饭 只得留他们吃饭 他们见这里菜也炒得差不多了 便笑道 来得早不如来得抢 自然也饶一餐的 方霞光是一个能干的 听得又有亲戚来 出去点了点人头 进来跟巧娘道 煮的饭只怕是不够吃 小娘本以为 吕婆子等人不会留下吃饭 下米时就下得少了一点 这会儿 郑小义母女来了 却怕真的不够吃 只得笑道 不够吃 就再摊点面饼子好了 方霞光抬头 建造下还有一点冷粥 笑道 家里若有薯粉 拿来拌了支冷粥 再撒点葱花 下了油锅摊开了煎 既香烤又能吃饱的 倒不必再多煮一次饭 还是霞光想得周到 巧娘见方霞光 干起活来声响不大 稳稳当当的样子 却一点也不比秀而慢 于是暗中点头 这会儿子见她提议 用薯粉拌了冷粥来煎饼子 既不浪费那冷粥 又不会寒酸 正是一个会过日子的 心中自是十分满意 秀儿见方霞光不动 深色的 却渐渐都比她拔尖 巧娘等人似是又透着清热 心中有些酸意 又不好说什么 拿了小刀子去切葱花时 有些恍惚 切了一半 便压的一下叫了出来 原来切得及 倒把左手食指给割了一下 眼看着雪丝就渗出来了 呀 快用精水洗一下 小娘忙拉起秀儿 咬了水 让她清洗一下 让她自己捏住伤口 不要动 省得又流血出来 一面撕下一条抹布的布条 丢进锅里一煮 捞起来摊凉了 让贵截给秀儿缠上去 秀儿捏了一会儿手 见割伤的地方 也不再流血了 便摇摇头道 不用缠了 缠着食指不好拿东西 况且割得也不深 明儿就好了 还是缠上吧 咱不要下水 贵截早已拉过她的手 忙着帮她缠上 见她眼眶有点红 也不知道是痛的 还是委屈了 忙拉了出去 推她坐在椅子上 扶尔过去道 秀儿姐姐 别委屈啊 要是待会儿 这手拿不了碗 最多我帮你拿 喂你吃也没问题的 说得秀儿笑了方巴 吕婆子问得秀儿 割伤了手指 点点她的额头说 怎么这么不小心 好在割得不是右手 明儿还要做刺秀呢 早在秀儿和方霞光 一起进去造下帮忙时 吕婆子便与董玉禅套话 问方霞光的事 董玉禅也知道她的用意 正好趁机抖一下方霞光的家境 带得秀儿出来 吕婆子也早吸了念头 方霞光是一个十字的 无恙长得又比秀儿周正 家境也不与董玉禅家差 郑家又不是睁眼瞎 怎么会挑秀儿不挑方霞光呢 她向来懂得转弯 这会儿也是想明白了 来容那儿就别想了 还是放开眼看看其他人好了 一时倒怕秀儿想得多了 寻思回家得好生开解一下